诸位核桃Live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何森堡 在之前的一期节目里 我们曾经谈到过一个问题 1973年的11月底 一支国际考察队 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尔法谷底 发现了一些古原化石 通过观察这只古原的膝关节角度 这些考察学者惊讶地发现 这只雌性古原在生前 竟然是直立行走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只雌性古原 可以称得上是咱们全人类的祖奶奶 人类竟然是从非洲起源的 那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 应该是人类活动历史最悠久的地区 如果人类的发展历史是线性的话 那么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 应该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发达 最富饶 最美好的地区 对吧 可是实际情况 大家都知道 那个地方发展的并不好 饥饿 疾病 战乱 弥漫着整个黑非洲 困扰着当地的人们 情况正好反过来了 这是为什么 非洲会有今天这样的处境 原因是多样而且复杂的 是很多因素共振造成的结果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于非洲没有 可以用以驯化的大型牲畜 就拿河马来说吧 你别看河马长了一副 傻呵呵的样子 其实河马非常凶旺 而且河马奔跑起来 速度极快 人类北米冠军波尔特 奔跑起来的速度 都没有河马快 所以说一旦河马 在近距离的状态下 杀死一个人 那人几乎没有生产可能 北京动物园的河马 就曾经咬死过人 1976年 当时有一个小姑娘 被分配在河马馆 后来有一天 这小姑娘的一群朋友 来动物园找她玩 玩着玩着 他们就发现 河马饲料上 落了很多麻雀 他们可能是怕 麻雀把饲料都啄干净了 河马都没了吃了 所以这些小姑娘小伙子 就进去轰麻雀去 结果这帮小年轻人 在轰麻雀的时候 河马上岸了 当时大家注意力 都在麻雀上 没人注意到 这跟大家再多强调一个知识 那就是河马的性情 本来就已经非常凶暴了 母河马在带幼崽的时候 性情会更加凶暴 可是河马是那种 生育能力特别强的生物 曾经动物园里头河马 活了60多岁 生了50多个幼崽 河马在性成熟之后 会一个一个不停地生鸽 换句话说 母河马几乎一生 都在狂怒之中度过 当时动物园里的那只河马 就带着幼崽 那些轰麻雀年轻人 就轰麻雀的时候 惊着他了 当时那群男生跑得比较快 又是翻墙 又是钻栏杆都跑了 女生小姑娘跑得比较慢 他往外跑的时候 那上半身都钻到栏杆外边去了 下半身还在笼子里头 这河马冲上来 嘴横过来咔嚓一咬 就这么一下子 那个女孩的胃 肾脏 肝脏 体脏 腰椎 全碎了 后来那女孩送到医院去抢救 抢救了三天 还是死了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在非洲杀人最多的大型动物就是河马 比狮子和大象杀死的人 加起来都要多 你以为当地人不想驯化河马吗 不说别的 驯化河马光是给当地人 带来的军事上的优势 就是不可限量的 你想想看 欧亚大陆地区的骑兵 骑着战马冲锋 非洲土著骑着河马冲锋 那什么劲头 别说打了 吓都吓死你 可是如果你去肯尼亚等地 你问当地土著 你怎么不驯化河马 他们估计瞪着眼问你 说你让我去 你自己怎么不去 所以诸位 河马不能被驯化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们太爱杀人了 那斑马呢 斑马 似乎很少听到斑马杀人的事故 但是呢 斑马也没法驯化 因为他脾气太臭 见着就咬 而且咬着人就不松嘴 在动物园里 被斑马咬伤饲饲饲饲员 比被老虎咬伤饲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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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而且斑马视野 比一斑马马要大 如果你扔一个绳块过去 他一甩头就能躲开 即使最专业的牛仔 也很难控制他们 曾经有欧洲人 试着驯化斑马 尽管取得了一点进展 让斑马拉车 但是要是想完全驯化斑马 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斑马呢 他不能被驯化 脾气太臭 那猎豹怎么样 论奔跑速度 那猎豹可比猎狗可快多了 带着他打猎的 岂不是事半功倍 而且猎豹对人的敌意 其实不算太强 历史中有人还驯服猎豹 成为自己的宠物 但是猎豹 不能被驯化的原因 有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 它是一种大型食物动物 在自然界中 能量转化的效率 大概是10% 也就是说 食草动物吃100公斤的草 身上才能长10公斤的肉 而猎豹吃了 食草动物身上10公斤的肉 自己才能身上再长1公斤的肉 所以为了饲养叶豹 你得给它准备吃的肉 而为了给它准备吃的肉 你还得准备更多的草 这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那大猩猩呢 大猩猩可不是杂食动物 如果吃水果和蔬菜的话 其实成本也不算太高 它为什么不能被驯化 大猩猩力量很大 让它施工效率很高的 它不能被驯化 原因是因为它长得太慢了 通常来说 一只大猩猩 从出生到性成熟 需要15年的时间 而在遥远的过去 其实人均寿命 往往也就到30岁 别说遥远过去 清朝末年 宫渠年间 中国人平均寿命30岁 可能大猩猩还没长大 你先死了 没有人有耐心等15年 让这大猩猩长大 所以大猩猩 它也不能被驯化 因为它长得慢 那羚羊呢 羚羊吃草 成本低 长得快 性情温顺 不羞涩 这总可以了吧 其实这也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它胆子太小了 太容易受到惊吓 如果把它们关到处栏里 任何风吹草动 都能把它们吓得狂奔起来 然后一头撞死在围栏上 我跟大家说 我有一个发想 搞投资调查的 有一次 他们要投资一个养猪场 但是他说 这养猪场的旋制特别重要 养猪场最忌讳 建在公路旁边 为什么呢 因为哪个司机 一不小心 一个喇叭 第一声 就吓死一片猪 所以大家可想让人知道 猪被人驯化了一万多年 还这么胆小 一喇叭能吓死一片 那羚羊更别说了 所以诸位 羚羊不能被驯化的 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它胆子太小 这世界上的动物 并不是每一种 都能被驯化的 事实上 今天全世界体重 超过45公斤的大型动物 有148种 而能够被人类驯化的 仅仅只有14种 这个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 而且这些 可以被驯化的动物原产地 基本上位于欧亚大陆 地中海东部 像什么非洲 澳洲 北美 什么完全没有 在距今一万五千年前 中国地区分布了一种野兽 名字叫做灰狼 它们虽然平时自己也狩猎 抓一些小动物吃 但是有时候 也喜欢游荡到质人的部落附近 吃一些质人 剩下的残羹剩饭 当然了 我们并不反感他们 觉得他们还正好 可以帮着我们清理一些垃圾 所以没有驱赶他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生活在质人身边的灰狼 生下了自己的幼崽 我们人类天生 有一种喜欢 抚养可爱小动物的喜性 所以就开始照顾这些小狼崽 有的小狼崽 性穷凶狠 我们祖先觉得 这可不好 于是直接就给掐死了 而有的这些小狼崽 对质人特别的友善乖巧 反而就被我们留了下来 给予更多的照顾 这些温柔的小狼崽 找到来以后 又生下了他们的后代 我们祖先又像之前的那样 杀死凶狠的 然后留下温柔听话的 久而久之 这些灰狼的后代 就在外观和性景上 有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这些被我们智人祖先 一代一代定向选择出来的 灰狼后代 就是我们今天的好朋友 狗 灰狼这个物种 就这样与我们的智人 签订了盟约 共同的生活在了一起 当然同样的逻辑 也发生在野猪身上 大约在距今 一万年前的两河地区和中国 野猪逐渐被驯化成了加猪 野山羊逐渐被驯化成了加山羊 六千年前 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 加马也得到了驯化 这一切正如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著名教授 Jerry德·戴蒙德所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上动物 能驯化的都是相似 而不能驯化动物 各有各的不能被驯化的理由 回到我们这一期开始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 在文明再生以后的历史中 发展不好 当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在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 没有可以驯化的大型物种 没有大型生存 处理就没法解放 交通物流的成本就很高 很多耕地无法被开发 战争的潜力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而且最重要的地点 就是当地人没有足够充足的动物蛋白来源 人口规模和个人发育 都受到了客观环境的影响 这一切使得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人们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被锁死在了旧石器时代 我一直深信的一点 就是一个地区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水平 跟这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所以朋友们 我深刻地相信一点 我们越是深入地了解自然 我们就能越深入地了解我们人类自己 我们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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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